蝦的吃法千千万 小锦做了一大半 虾挑几只大的开杯取下馅 剩下的打成泥 加入料酒、黑胡椒、蛋清 稍微腌制一下 虾泥和土豆泥加入植树碎 拌在一起 揪起一坨牙橙饼状 裹上一层淀粉 把腌制好的虾盖上去 稍微压压实 撒上葱花 锅里的油要多一点 边煎便把油淋在虾的身上 前几天在评论区有人想喝草莓牛奶了 管管草莓又太单调了 再来点蓝莓挤上奶油 打到像这样焦香酥脆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虾肉特别的脆 土豆饼里还带有芝士的奶香 再盛上点自己喜欢的酱料 快做给娘爱的人吃吧